好 緊接著我們來關注到的是 台灣的政壇 是不是在下半年來說 恐怕又會是非常混亂的一個局面呢 那還有現在收押了柯文哲 下一個目標 他們會來攻擊哪一位政敵呢 可能是誰 好 我們帶大家來看是亮哥的分析 亮哥認為在10月份 會有兩件事情要出現 首先就是台灣政壇下半年會蠻亂的 民進黨呢 如果說在這個新的會期 依然沒有辦法好好來處理朝野關係 那接下來這個會期 很有可能會一事無成 好 所以呢 兼任民進黨主席賴清德 必須要思考 你要清楚喔 你自己就是沒有前總統 蔡英文的這個命 好 那另外呢 他認為喔 台北市議會呢 10月開議之後 除了你看到的是金華城案 柯文哲捲入的五大案 包括你看這個 臺志光啊 北市科啊 雨果市場啊 還有南港轉運站BOT案等等 相關的案件 柯文哲涉入其中嗎 所以相關調查小組 也會接連浮上檯面 那相關的調查報告 陸續出爐 到時候媒體呢 大概就會繼續大篇幅報道 北檢也不得不著手來偵辦喔 好 我們要看到同時還有 國會改革修法的事件結果 也要出爐了 再加上呢 在這個月23號 死刑是否有違憲的事件結果 也會出爐 好 以及呢 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現在柯文哲被 就是說這個事情呢 整整的加起來會讓這個台灣 感覺呢 好 蠻亂的 還有 柯文哲被羈押這個事情 讓人見識到 民進黨有多麼的野蠻 面對這樣的對手 是不是只能用 野蠻的方法 用力量去制衡呢 其中呢 即將在立法院 第二會期要登場的 這個大法官人事案 還有NCC的人事案 重要的審預算案 這都是民眾黨跟國民黨 應該要全力來進攻的這個目標 好 那其實柯文哲案當中呢 這個藍印也有相關的發聲 都是 不管呢 說是不是針對說 司法的問題 應該要符合程序正義 包括朱立倫主席 他也定調了 他覺得就是要挺的是 司法應該要 程序正義 不應該不公 好 就這樣定調之後呢 包括國民黨的立委 侯孟凱也講喔 就是未來在立法院呢 就會是52席加上8席 藍白60席 團進團出 好 柯建民講 立法院預計20號要開議喔 要持續觀察 藍白陣營會不會出怪招 那我們看到 前大使借文集呢 講了 美國其實現在希望賴清德有所節制 因為台灣政局穩定 才能夠跟美國聯手抗中 那同時呢 他也怒批阿 金華城案現在檢調辦的是荒腔走板 再這樣囂張下去 AIT可能就會出手來干預了 好 最近呢 大家就在講說 我們的司法怎麼會是這樣子來辦案呢 好 先這個是壓人取貢嗎 還有呢就是 居然是透過特定的媒體 來放一些放話 然後呢一些獨家的消息 一些市政呢被曝光出來 偵查不公開 淪為了笑話等等 好 那用這樣的方式 打擊異己 打擊政敵嗎 好 所以大家討論的是收押科文哲之後 下一個目標可能是誰 好 亮哥就分析說 2026民進黨最想要拿回來的就是新北跟台中 所以呢 好 盧樹堅跟侯友宜呢 有可能會是下一個被盯上的目標 好 是不是要趕快檢視一下說 在自己任內有沒有一些可能被質疑說 會不會有圖利的一些案件 一些這個建設出現 好 所以呢 這可能是他們的下一個目標 下一個動作 好 我們繼續又來請教歷史哥 歷史哥您怎麼看說亮哥講啊 現在呢他說賴清德 你就是要認清啦 你自己沒有蔡英文的這個命 好 因為呢你看 少數總統嘛 40% 然後加上呢 立院呢又是不過半的 這個狀況 好 那同時他也講啊 今年這個政壇會蠻亂的 剛剛種種的事情加起來 台北市議會的一些要開議啊 新的會期啊 然後國會改革的這個釋憲案啊 還有這個死刑是否違憲 也都會陸續出爐 您怎麼看 我想這個當然 第一個賴清德在做壓力測試 這個針對柯文哲的這一刀砸過來 那主要就是在行訴他本身的權威 因為賴清德這個底氣 非常不夠的一個總統 因為他畢竟只有4成 再加上國會沒有過半 那現在看起來整體的情勢 如果就正面戰場上 對賴清德是非常不利的 我們之前有聊過說 賴清德現在發動所謂的民主內戰 那民主內戰呢 這個手段 包括但不屑於 那主要就是第一個 在立法院的正面戰場上 給你用這一種衝擊的手段 衝撞的手段 看你會不會怕 那看起來是打架打輸了 你現在問國民黨一些比較 青壯派的委員就說 如果民黨再打架怎麼辦 他說打 怕什麼怕 這個大家來打 像我那天訪問這個林佩祥 基隆立委 他說沒什麼 要我打就打面再怕的 那這是第一個 所以正面戰場上 在國會這個失敗 那另外呢 這個目前罷免看起來 雖然大家也是 這個認為說 搞不好基隆還是有可能被民進黨 達成目標 就是把基隆市長 謝國良給罷免 因為主要還是在內特接連敗訴的狀況 也敗了4次了 那所以現在看起來 就是這個在正面戰場上 氣勢是不逐漸在往下走 因為本來現在的預計是這樣 在這個國會裡面 透過這一種 這個衝撞的手段 來強迫在野黨就範 那在地方上面 我發動罷免 一個一個一個罷免 最後我可不可以罷免之後補選 這所謂的民主內戰的模式 然後來達成 那當然第一塊股牌 就是這個基隆 尤其這種基隆這個股牌 它是有連帶效應 如果基隆罷免成功 負責這個主導的前基隆市長 現任民進黨秘書長林又昌 他就會獲得巨大的一個政治聲量 所以他這個股牌一旦打下去 林又昌又可以來選新北市 所以他就有一個連結 那搞不好他就是衝擊就獲勝 然後後面包括立法委員 我可以一個一個挑人去罷 他們自己還放出了 這個死亡獵殺名單 那譬如說什麼 這個之前開議員制玩笑對不對 市值要挑軟的 是要罷就罷議員制 對不對之類的 像這種找這些鴨魚梗 然後都想說來這裡進行衝擊 可是一旦基隆罷免失敗的話 那很有可能 後面所有的牌生 通通會化為炮 因為很明顯 當然這個事情其實有吃一些軟釘 只是大家比較沒觀察到 就是罷免侯友宜的部分 罷著罷著自己就瓦解掉了 罷免他自己是內訌 那當然據我所知地方 就是侯友宜其實是有出手的 有地方的一些力量的協助 但整體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狀況 就是目前賴清的所設定的戰場 在這邊戰場上 目前是戰況相當不利 那當然他現在賭注的就是基隆罷免這一戰 那只好在其他地方找捕 那找捕在哪裡找捕呢 在司法戰場上找捕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個 事件案大法官表示的非常的強勢 表現的非常的強勢 例如說 因為我想這種嘴臉 我真的只用嘴臉來形容他 那另外就是什麼 就是呈現在針對在意黨的領袖 或者在意黨的主要政治人物 進行司法的殘送戰 我就賭你 你有貪腐行為 我也不怕你 他一邊對黨內進行打壓 比如說鄭文燦 鄭文燦本來就有貪腐的形勢 跟這樣的會生會員的狀況 那我查你剛好而已 那在這個在野黨的部分 那他查了很多人 包括什麼鹽匡恆 高鴻鞍 然後楊文科 林芝廟這些 有的是舊案 有的是新案 有的是在案 這個蜘蛛史 我已經在創造這個氛圍了 那當然這裡面最指標性的人物 如果我說藍營的話 大概就是盧秀燕侯友誼 那白營的話就是柯文哲 所以抓要抓就抓頭 打車要打氣 所以當這個氣氛烘台到位之後 當然就出手去抓柯文哲 那其實這背後還是牽涉那個問題 就是 司法的正義 應該說 司法的公平應該要聲援 政治的迫害 那是不是的 其實耐心的手法就是 我藉由速灘 速灘來打擊政敵的這樣的手段 其實這個手段 同樣的狀況 對岸的習近平就用過 就是 他速灘是不是速灘 真的速灘 比如說他抓的最大尾是誰 柏西蘭 周永康 那這些人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貪腐狀況 還真的有貪腐狀況 所以被他抓被他打被他搞下 老百姓掌聲鼓勵 可是 這個是不是習近平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的權力進一步夯實 然後並且鞏固還做大 也是沒有錯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 在這個中共的領導的政治局七常委 都是他 所以可以控制的 或者是說 都是他自己的人 好 那回過頭來 賴清德是不是這樣做 當他在正面戰場上 選舉上不利 罷免上目前效果 看起來還沒有辦法產生的時候 甚至可能會失敗而停止的時候 那 我就反向操作 司法檢調 是我比較能有強大影響力的地方 我打開綠燈 盡量去查 反正賴清德自己有把握 我絕對沒有問題 而且總統啊 行不上總統 所以他佔據了這個絕對的制高點 穩坐釣魚台 坐在上面 就看你前面亂 所以他敢讓你查 你看鄭文山多 林一錦 林一錦是 完全賴清德的嫡系人 以前這個野百合結束之後 就到賴清德辦公室去做 他的助理了 然後一路到後來自己出來選 這麼 嫡系到不能再嫡的這樣的角色 他也抓 所以他現在抓坑文者 有沒有一個社會的正當性 還真的有社會正當性 這就對於賴清德的聲勢在成長 所以郭正亮的憂慮不是錯誤的 因為當他的機器 越來越強大的時候 那他就可以怎樣 把手伸得更長 那這些檢察官就會被鼓舞 對年紀 尤其年輕的檢察官 你看辦鄭文山的檢察官 非常年輕 就是陳嘉義 非常非常年輕 所以我之前就開了一個玩笑說 今天有陳嘉義 明天不留給你台北 會有很多青年檢察官 在這一波裡面 他受到鼓舞之後 他就開始用力來辦答案 檢察官 如果我是檢察官 我也想辦答案 我才管你 你的政治人物是誰 這個是一回事 因為 大家考慮的問題是在說 這些政治人物 他的社會影響是什麼 但對檢察官來講 你又有影響力 我辦你 如果你真的有貪腐的話 那這個是大成就 所以這個是他現在的一個 脈絡跟狀況 是可以非常看出來 所以他後面再往後抓 那在這裡面最備受考驗的是什麼 就是政治人物的誠信操守 所以我之前還寫過一篇文章 我就說 現在在黨你就要注意了 在旗子講白了 就是在藍白不合 然後最終敗選的狀況之下 你在黨政治人物就是一件事情 你屁股一定要洗乾淨 否則的話 你一定會被人家找查 那現在看起來就是柯文哲的狀況 在司法上 也許還找不到金流 但是他跟沈慶晶過重勝命這事情 看起來是板上釘釘的 他被找到USB到現在 民眾黨也沒辦法直接回應 民眾黨回應永遠都是 這檢調怎麼可以洩密啊什麼 但是沒有辦法驗證這個行程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了 目前賴清的手段 我是認為 就是簡單來講 在正面戰場上 他沒有辦法在選舉的 格局之下突破 所以他就在司法 在其他部分來強化他的權威 那針對柯文哲的出手是有效的 後面會不會放到 他的主要的未來可能對手 就盧秀燕後遺身上 其實我覺得盧秀燕後遺 他如果有機會辦一個人 那他就成功 但萬一盧秀燕後遺 沒有東西可以讓他辦 那雖然很多傳染會生會引 是不是有可能會羅織罪名 或什麼樣 有可能會找你查 但是 畢竟我是這麼看的 就是說 中華民國的法律 還是有一個最基本的 假設你真的完全什麼都沒有 要辦還是很困難 最有名就馬英九 就馬英九他可以煩死你 但是始終沒辦法把馬英九抓去關 別的不說 柯文哲現在被深壓禁見了 收壓禁見了 馬英九是從來沒有被收壓禁見過 這個就是很大的差別 就代表說 他要查 當年追殺韓國瑜 那還在掃 對吧 什麼黃國昌 當時帶人去的 這個去土地裡面打洞 還有人去查你家和阿公的牧 他們家的雨澤超帥 說人家違建 他自己打架還拿去賣 維多利亞也被查過 各種鬼事 但韓國瑜現在也沒坐牢 所以我覺得政治上還是兩件事 第一個 政治上的打壓有沒有 那絕對有 就政治傳經對你出手 另外一個 你用政治來打壓示範有沒有 絕對有 但是今天你最大的問題是 你自己夠不夠乾淨 如果你夠乾淨 那你還是會被找查 也會被亂 但是很難 像目前柯文哲的困境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些差異的 的確歷史哥剛剛就講了 就是如果你真的什麼都沒有 那是很難辦得了你 很難把你壓進去的 那但是呢 當然他們想必也會找查一下 但是如果你是非常的 這個清清白白 那當然就不用擔心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你呢 你呢 臭味道 成人 凌子 我和你呢 一天 你呢 甚麼